吴尼朗 米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一开始带您来关心的是 推动夜市垃圾源头减量 透过花冬基金补助 花莲县耗资了将近1亿元 要盖环保餐具的清洗中心 但是清洗费用洗一个晚35元 遭到外界质疑太贵了 那么就在6月7号的上午 花莲县议会保安小组 就特地进行环保餐具清洗中心基地的实地考察 并且了解目前的计划集成 推动夜市垃圾源头减量 透过花冬基金补助 花莲县耗资近1亿元 要盖环保餐具清洗中心 但清洗费用洗一个晚要35元 遭外界质疑太贵 花莲县保安小组总召杨花妹表示 35元的价格太超过 担心盖好之后将会成为蚊子工厂 质疑县府未做好前期的规划 一个碗要35块 那这个35块如果以东大门的这种小本经营的方式 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 那我当然知道母数越大可能价格会降低 但是这个考量可能我认为是 对这个市井小民要做生意 要糊口的人来讲是非常的吃力 那如果东大门是用这个策略来做的话 一个碗35块 然后我也跟 我本来是以为是不是3.5啦 是不是少一个小数点 然后请小组秘书来问 然后后来说确定是35元 然后我也在请小组秘书问说 是一个碗35还是一套碗块盘子等等 一套35 但是很像是单格 一单格计价 那这个计价真的太高了 说他们等于如果真的要盖这个市井小工厂 好好的做的话 他们就要把前面的基础工作 基础调查要做好 那才会让议会放心 完成完整的通过这笔预算 支持他们的政策推动 但是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看到很完整的报告 让我们议会能够相信这个不会变成文竹工厂 环境线环保局表是35元 是初步版本 未来也将依加入的店家数量来调降价格 我这边在补充说明 我们说这个洗碗一组 一个一组要35块 我们是指这个汤商 汤商他自己请人家来洗 一个要35块 那以我们这个清洗中心 我们是用包业就是一个月6千块 那他自己算他就知道哪一种比较合算了嘛 不是说我们租他 我是说他们如果请人家来洗 洗一组碗 快要35块 那我们清洗中心是以包业的方式 一个月6千 那你如果真的很少他也有参加我们 我们的我们的这个这个 参加我们清洗中心 那我们可以再评估看是不是每个月可以再减少 这个他的费用 百分小组指出这将会对夜市小生意的摊商 沉重的成本压力 优薪将成为超贵的文子馆 清洗中心原本计划6千7百90万元 加上这次的因规划连外道路送2800万元追加议算至议会 对于前后耗资将近1亿元 百分小组议员们强调 县府是否有认真做好前期的规划 质疑 观光处也应该配套解决东大门夜市的二房东 三房东转租问题 县府收租金一摊2000元 但转租后租金暴涨至万元 再加上以后洗碗的费用 业者要怎么承受得了 记者凌杰 华林斯 采帮我老